六號一早NN爸來到新北市消防局 聽取報案錄音檔 參觀119勤務中心 看到執勤人員繁忙狀況 沒想到事後遭前消防員踢爆 其實這是一場消防大戲 張信前消防員痛批 消防局其他科室人員 往內互打 假報案 製造亂象 當局局本部聲聲下下 只有NN爸爸不知道你們在演戲 前消防員甚至精準點出時間點 幾分幾秒全是假報案 原來九點半到十點 NN爸抵達了這半小時 總共29通報案電話 有21通是真實救護跟火災 其他都是演出來的 NN爸語氣無奈無法接受 面對真相感到很錯愕 強調跟他認知的消防員 形象落差太大 當天NN爸爸主動表達 要來指揮中心看一下環境 我們是由指揮中心李主任 來負責接待 還原了當時化物繁忙的情形 讓NN爸爸瞭解到疫情 嚴峻當下119的內部作業環境 疫情記者會 新北市長侯友宜帶著消防局長 黃德欽親自滅禍 後面還站著勤務中心主任 面對外界直擊演戲 已再強調還原重現 NN外案一把火燒向消防局 在家屬要追求真相 同時又意外多了一個謎團 靜新聞 蔡樹河 坤源 掌握